Zither Harp 看着你的时候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我怕我怕你藏了我 我怕你拍了 和你拍了 你拍了 我看你拍了 我看你拍了 接下来应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有没有想过 来一场潇洒的旅行啊 在旅行中 比较容易发生奇遇 说不定 可以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你知不知道 这段时间为了跟爸和好 我花费了多少心思 说甜言蜜语 说得我嘴巴都快破了 连撒娇的杀手锏都差点失效 所以我现在应该更多地留在家里 陪爸爸和奶奶 倒是你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我在外面潇洒自由 为什么要回家找不自在啊 哥 你从小到大 十几年都生活在外面 难道你还没有待够吗 又说这些微信的话 恐怕不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哥 都到家门口了 来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姚总 你慢点 好 爸 你知道吗 今天为了让我散心啊 我哥拿出一整天的时间 都在陪我 我准备 让厨房做一些好吃的 自己惹这么大的祸 还好意思出去散心呢 好嘛 就算不说我 奶奶这几天 因为想哥哥 都不想我 不精神了 我听说啊 邻居们都在欠些私语 说你不用心照顾长辈 胡说八道 没打没笑啊 你说我这么尽孝道 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闺女 爸 我记得你同意了 我刚刚说服爸 你又不配合了 我不用你求他让我回家 你们俩还真是亲父子啊 一个比一个倔强 爸爸刚才的样子 就表示自己已经同意 让你回家了 别再闹脾气了 走吧 爸 这个是你最爱吃的 哥 这个是你最爱吃的 奶奶 奶奶 多吃一点 营养师跟你说过的 不能挑食啊 君不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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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一家人都在 我正好有个消息要公布 今天我和胡欣阿姨见面 她又重提了瑶瑶和千语的婚事 我已经表示同意了 到现在你还这么糊涂 相信胡千语这个小子 瑶瑶为了救她 不惜跟乔丽结婚 她有什么资格娶瑶呢 这都是瑶瑶自己惹的祸 最后还不是千语想尽办法来救她 我以为你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 多多少少会有些悔改 没想到你还和原来一样 这件事情你想清楚之前 你没必要回来 别吵了别吵了 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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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弄成这样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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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 奶奶 你帮你 奶奶 你没事吧 你没事的 奶奶不放心事好不好 威力 你找我呀 马上来我家一趟 知道了 咱们要宽散了吧 你不会担心意 你不说没什么负责吗 你的负责吗 你得体责的责的责任 最低责的责任 是啊 有一个决定 我想告诉你 我准备拒绝参加 所有环球 关于数字公寓项目的工作 其实当初 也是为了帮助你 守护在你身边 所以才会答应你 离开恒生 入职环球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老实说 数字公寓项目 本来就是属于恒生的 我不可能帮助乔丽 去打击千语啊 我答应你 其实你做这样的决定 我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这样的你 不正是我心中那个正直 善良的人吗 我希望你也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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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威灵 可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 我还是想提醒你 这次环球和陈氏这么做 这次环球和陈氏这么做 实在是太不公平 太不到义了 太不到义了 倩宇一定会背负很大的压力 和打击的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可是 最起码我们应该尽朋友的道义吧 我们本来就不是朋友 天注定 我们只能互相对立 就看最后 是谁能赢过对方吧 而我会给你们解释 每一位梦都可以 二位梦都可以 怎么会主动找我 终于发现离不开我 想我了 韦琳 你怎么了 平时我跟你开玩笑 你都会制止的 怎么你今天这么平静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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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